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梁文道 我不用微博 我也停用Facebook 这都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大家觉得应该要具备的一些工具 但为什么我不用呢 这就是关于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一个主题 在社交媒体时代 我们的自我如何慢慢变得越来越大 那这样的一个自我扩大的过程 又怎么样影响到了我们的公共生活 不如我们就先从一些在这个世界上 人类存在的一些的基本特征开始说起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其中一个最古怪最特别的地方 就在于我们的脸跟我们的声音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人去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都是先看他的脸长了什么样子 我们对一个人的印象 对一个人的记忆 对一个人的认知 几乎都离不开我们对这个人的脸的这个形象的掌握 那除了脸之外 第二就是当然是他的声音 我们听一个人的声音 然后这个声音进入我们脑海里面 沉淀在记忆之中 也跟他的脸孔一样构成了我们对这个人的印象 但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状态很奇怪呢 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没办法看到自己的脸 我可以看到我自己的手 我可以看到我的脚 我可以看到我的肚子 但是我没办法看到我的脸 除非在照镜子的时候 否则一个人是不知道自己长了什么样子 他不知道自己平常说话 是用什么样的表情去说话 平常在听话的时候 又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脸色去听人家说的话 同样的我们的声音也是我们自己听不见的 大部分有录音经验的人都知道 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我们自己耳朵听到的声音 跟人家听到的声音是不同的 那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声音 其实都是经过口腔 经过内耳传进我们的耳中 所以为什么我们首次用麦克风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麦克风出来的那个声音 自己的那把声音如此陌生 好像不是自己的声音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说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 对于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的脸孔跟我们的声音 我们自己是不认识的 我们自己是陌生的 这偏偏都是别人认识我们最主要的途径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说明了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他的一个基本的处境 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认知自己 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了解自己 如果我们不能够认知自己 不能够了解自己 不能够掌握自己的话 我如何立身处事 我如何建立自己的一个对自己的人格的一个肯定呢 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依赖他人的目光 很多哲学家都告诉我们 我们人是需要透过他人的认同 来知道自己是谁 来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过好在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 尤其是到了web2.0 我们都可以用一个虚拟的化身 用无数的名字在网上面跟别人说话 跟别人往来 那么这个时候人家看到我的脸孔 人家听到我的声音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新时代带给我们的新的问题了 我们回想一下web2.0里面的各种社交媒体 我们使用它的习惯 我们使用它的文化 比如说在全世界最流行的Facebook 那张贴了一个新的post 然后我们大家是看到的话 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反应 Facebook的格式已经限定给我们 大概最基本的反应是两条 一个就是like 一个就是不喜欢 对人家贴出来的东西 我们会告诉他我们喜欢或不喜欢 认同或不认同 而在那个贴东西的人来讲 他则要很在意自己有没有得到其他的认同 其他人的喜欢 慢慢的所有使用Facebook的人开始有个习惯 这个习惯是什么呢 他不只要贴东西出来 他还要时时刻刻检查 我贴出来这个东西 也许是我的一只猫的照片 我帮我的狗洗澡的照片 我生日派对的照片 这些东西有多少人在喜欢 有数多少人在传发 仿佛有越多人告诉我他们like 他们喜欢他们在传发 我这个东西就越有价值 到了最后总体而言 如果我的整个Facebook被我经营成一个很多人在follow 很多人在转的话 就好像我这个人都得到了肯定 就仿佛我成为了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帅哥或者美女一样 或者这个年代他们就是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变得特别的雌性 特别的娇美 于是我就能够确认我这个人活得有价值了 所以夸张点讲 Facebook上面有多少人喜欢你贴的东西 有多少人在follow你 就说明了你的价值所在 但是这样的一个价值其实又是操纵在其他人的手上面 我们于是就会变得很紧张 我们开始在意我的东西有没有人看呢 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发现在我们中国比较流行的微博上面 像在微博里面我们比较计较的是什么呢 我们也许比较计较的是我每一条微博被转发 被评论的次数有多少我们动不动就回去看一看 我刚刚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转的人多吗 又由于我们太在意这些东西 所以乃至于今天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我们居然可以在一些的拍卖网站上面去拍卖粉丝 我们为什么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这是因为我们把微博上面我写的东西有多少人看 有多少人在意 当成是我这个人还值不值得存在 我的存在有没有意义的一个证据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们再回头看看 我们平常讲微博里面我们用一些字眼 微博其实是比Twitter比Facebook还要走得更极端一步的一个状态 这个极端一步就表现在我们微博里面 所有的followers 所有的朋友在我们中文里面 我们都把他们叫做粉丝 假如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父母 我的好友 我们大家互相会看关心对方 微博写些什么 贴些什么东西 传些什么东西 那为什么我们就彼此变成了对方的粉丝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用粉丝这样的字眼 我觉得他完全击中了我们心里 就是在这个年代 我们都希望自己是明星 我们都希望自己被崇拜 希望自己被跟随 尤其在我们中国的这些社交媒体里面 你如果微博里面 你的跟随者够多 你的粉丝够多 你还会得到升级 你还会得到认证 你还会成为名人 而成名在我们今天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今天整个社交媒体 整个Y2.0这些社交工具 在我看来都是一个可以让自我无限的膨胀 他在不断的喂养 那个像怪兽一样的自我的这些工具 他每天给我们很多的养分 让我们这个自我变得越来越膨胀 越来越庞大 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再想想看到底一开始 这些媒体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据说这些媒体是为了让我们 能够跟别人更好的沟通 所谓沟通难道不就是为了 能够听到其他人的话 了解其他人的想法吗 可是今天我们使用这样的工具的时候 我们可能大部分时间 都不是太关心人家的想法 我们比较关心的是我的反应 举个例子 当有人贴了一条东西出来之后 我们会觉得我有需要去做一些反应 如果我没有反应 就仿佛我不存在一样 就好比今天我们吃饭 我们吃饭也跟以前的步骤不太一样了 今天吃饭菜上到桌子之后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不是拿筷子去夹 而是先拿照相机去拍 拍了之后要干什么呢 当然就是要去分享 如果不拍的话 我这顿饭其实是没有吃成的 所以同样的 如果我看到了一些的新闻 看到了一些的贴出来的东西 我不做反应 我也好像似乎是不存在一样 我需要透过不断的反应 不断的表达自己 我不能够不表达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都忍不住的 要把自己摊开来 我们再想想看这些社交工具 它要发挥的第二个功能 据说是叫分享 这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关键时机 表面上看 微博或者推特 似乎有一种日记的功能 然而以前的日记 跟现在的微博 有个非常大的不同 以前的日记 真的是一个人 整理自己的一个工具 一种文体 那么这样的一种工具 等闲是不会让别人看到的 但是今天我们写微博的时候 我们是盼望 大家都来看我的日记 我会觉得 如果人家不看的话 我就没有意义了 而我怎么样 让别人去看我的日记呢 我就想很多的方法 去吸引人家 尽管我的日记 其实可能很平庸 可能没有什么好记录 比如说我曾经见过 有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案例 有这么一个朋友 他在微博上面写说 他晚上在我们香港 一个很有名的 吃海鲜的一个地方 吃了海鲜 他觉得很好 然后他把那些菜 都拍了照片 分享出来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又继续分享 说他开始肚子痛了 再晚一点的时候 他又报告给大家听 他拉了两回肚子了 然后那整个通宵里面 他在微博上面通告大家 他拉肚子 拉了七八次 然后最后一次 我在看的时候 已经到了天亮了 他已经去医院了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我拉肚子是一件 很值得跟人家分享的事情 人家为什么会觉得 你拉肚子是一件 我们非常关心的事情 甚至对于不认识你的人而言 我都觉得很重要 当然这样的一个例子 听起来比较极端 但是他的确说明了 我们在微博上面 我们分享的内容 也许大部分都是 比拉肚子好一点点 但是也不至于好太多的 一些庸长的生活的记录 但是这些庸长生活的记录 只要我分享出去 我share出去 他就不再庸碌了 他就不再平凡了 如果有人还有反应 还有在转发的话 我拉肚子都拉得很有价值了 都很有意思了 我的人也活得很有意思了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其实已经不会再在意 人家说的话 也不会再在意去听人家讲的话 我们更加在意的是 人家有没有看到我 人家有没有注意我 我们每天在网上面 仿佛都在扯开喉咙 大声吼叫 想把自己衣服扒光 告诉别人听 快来看我 快来看我 你们快看看我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们其实会变得越来越自我膨胀 变得意图越来越大 我们自我中心越来越强 于是我们一个真正的健康的公共生活里面 需要的基础 也许就会在这样的新时代的媒体的文化底下 被侵蚀掉 我说的公共文化的基础 公共生活的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公民 他们都能够去迎听其他的公民的想法意见 愿意去反省自己 但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反省自己 因为我们都在忙着分享自己 如果有人批评我 有人对我的分享 没有什么好感的话 我们通常在这么迅速的一个媒体交往时代 我们会马上让自己的情绪先反映出来 而没有时间冷静的静下来先想想看 这跟以前鲁迅他们报纸打笔仗不一样 那个时候打笔仗的意思是 你今天写了一篇文章 他可能三天后在报纸出现 然后人家被你骂的那个人呢 他要在下个礼拜才能再回应 这中间的时间差 会让双方有很多时间再去思考 再去反省再去想 但是今天我们时间差 通常是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是非常迅速的 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的反应大部分都是情绪的反应 那么这样的一些情绪反应 通常带来的都是 更加强烈的分歧甚至是对立 而这种分歧跟对立本来都不必要 要闹到这样的地步 但是我们在今天的所有的网上的政治讨论 公共讨论里面 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人 你不知道为什么本来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在互联网上面 在推特上面越吵越厉害 吵到一个地步 终于变得是自此绝交 不能够再往来 这是因为这个工具 扩大了他们自我 也扩大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自我 跟其他人的自我之间的分裂 其他人之间的分歧 这么讲似乎是分抽象 但是让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实例来说说看 比如说美国 关于美国的政治 传统上面我们会说 它是一个成熟的 现代的代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典范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以前的政治学教科书的经典教训 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国家 它有两三个政党 这两三个政党 在他们慢慢发展的过程里面 他们会出现屈中的状况 所谓屈中的状况 指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也许原来各自有着自己的立场 有自己的意识形态 也许南辕北辙 但是随着整个公民的成熟 大家越来越倾向稳定 于是两端会慢慢往中间靠近 这就是我们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见过的英美的状况 共和党变得开始有点像民主党 民主党变得有点像共和党 英国是公党跟保守党 也开始互相接近 于是才出现了 Tony Blair的那种所谓的新公党 其实你会觉得 他是带着公党外衣的一个保守党 那么但是为什么从90年代之后 尤其是2000年之后 整个国际上的这些成熟民主国家 像美国英国 他们的正常的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 却和传统的这些政治学教科书讲的 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呢 也就是说好像大家各种极端 永远谈不拢 今天在美国 共和党最死硬的支持者 是绝对无法信任民主党 而民主党最死硬的支持者 也绝对不能够再接受共和党 因此才会出现 有人开玩笑说的一个情况 就是美国也许应该分裂成两个国家 就是红国跟蓝国 分别掌控他们的红州跟蓝州 也就是掌控共和党跟民主党占多数的地方 我们回想一下这10年之间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只要看看互联网就了解了 在今天这个时候 大部分人他们对政治的参与 如果是要谈资讯的吸收也好 意见的表达也好 都是在网上完成的 而在网上做的这些政治讨论呢 有个很大的特点 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部落化的状态 这种部落化的状态里面 我们会发现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 你大概永远就只上 你偏好的那些网站去看 换在中国的情况就是 如果你是毛派 那你应该就天天就要泡乌有之乡 如果你是自由派 你也许会去共事网或者凯迪网 你一个自由派绝少绝少会有兴趣 想要去看乌有之乡这样的网站 那这种情况 其实在美国这些国家更是如此 久而久之 我们大部分人 我们在网上听了那么多的意见 听来听去听的 其实就是跟自己一样的意见 说了那么多的话 得到的反应都很正面 也是因为他们跟我 本来就是一模一样的人 于是就出现了传播学上 所讲的chamber effect 像一个密室之中的回声 我们听到的话 其实都是我自己言语的回声而已 那么到了最后 我们到了Facebook也出现 大家开始在Facebook当中 讨论政治的时候 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 因为Facebook是一个朋友圈 在这个朋友圈里面 假如原来有政治意见不同的人 他们还会互相交流 最后发展到吵架的地步 慢慢慢慢 你会开始发现 你的朋友跟你意见都一致了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原来跟你意见 不同人都已经走掉了 都已经不再是你的朋友 在Facebook年代 要跟人绝交是很容易的 按个扭就行了 那现在都已经走了 都绝交了 那么于是我每天都觉得 这个世界的主流意见 就应该跟我天天在网上 说的意见是一样的 那是因为我每天在网上 听回来的 也都是跟我很相似的意见 于是我们就变成了 进入一个明明资讯 如海量一般庞大的一个时代的 互联网时代 我们进入了一个各种声音 都存在百花齐放的 这么一个空间里面 但是不晓得为什么 我们好像走进了一座镜厅 这座厅堂里面 到时候是镜子 我无论往哪看 都只看到自己的脸 它是一个密室 我无论跟谁说话 我都只听到自己的回声 所以这样的一个时代 我非常担忧 我觉得它是一个 把自我无限扩大 然后我们自我终于 大到一个程度 会毁掉 让我们每一个自我 能够好好的一起生存 一起建立一个社会 这样的一个地步 谢谢